演說包含是有洛杉磯的市長凱倫巴斯 還有商務部長雷蒙多 還有紐約州長霍楚 都已經陸續了登台 還有美國前國務卿 Cillary剛剛也是結束了演說 不過比較令人意外的是 原本在演講名單中 沒有安排的賀錦麗 剛剛也是驚喜的來現身 也發表了一場短演說 來看稍早的畫面 Thank you, Joe And looking out looking out at everyone tonight I see the beauty of our great nation people from every corner of our country and every walk of life are here united by our shared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nd this November we will come together and declare with one voice as one people as one people we are moving forward 可以看到賀錦麗在現場 是氣勢如紅 他心情也是非常的好 而且他演講的一開始 其實是有先再一次的感謝 拜登的領導國家友方 而最後就是要來接棒給他 而他希望這次的選舉 能夠由民主黨來大獲全盛 來帶領美國走向一個未來 而之後除了我們剛剛看到 除了這個賀錦麗 而且先前還有這個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已經發表來演說了 所以之後很快接下來 會有這個是總統拜登 還有就是他的夫人 都會來上台演說 他到底會說些什麼 我們等一下也會來 為您查播報導 而由於拜登 我們回顧一下 拜登這次是因為表現 在辯論之前表現不如預期 而是臨時的來退選 不過現在來看到 這個退選的決定 似乎是對民主黨有一個不錯的幫助 因為在這個民主黨全代會之前 也是有幾份最新的民調來公布 都顯示賀錦麗的支持率 是領先川普的一個情況 舉例來說 根據ABC News 華盛頓郵報 一普所的民意調顯示 賀錦麗現在對決川普的情況 是以49%領先川普的45% 而CBS的民調也是一樣 賀錦麗在全媒是以51%領先川普 三個百分點 當然所以這次這禮拜的連四天的 這個民主黨全代會 就是要來繼續拉台的這個聲勢 不過我們這邊來為大家比較一下 上一次共和黨的全代會這邊 雖然聲勢也是非常旺 因為當時共和黨全代會舉行的之前 川普才發生這個驚險的槍擊案 來倖存 所以當時他是耳朵包著紗布 在全代會上也是非常的轟動 來演講 整場共和黨那時候的全代會 像是一個勝選之夜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 當時共和黨的這個全代會 其實是看不到 任何的前共和黨的總統 或是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來幫川普來站台造勢的 不過這一次民主黨的全代會 卻是比較凝聚的 一個大團結的氣氛 除了今天有美國總統拜登 來演講之外 明天還會有美國前總統歐巴馬來演說 而第三天則是會有美國前總統 比爾科林頓也會來演講 到了最後一天 才是由賀錦麗最後的來壓軸登台 而當然現在對民主黨而言 他們的年齡這個話題成為是民主黨優勢 因為川普相對來說 年齡就比較長了 所以民主黨也要趁著這個民主黨全代會 來吸引更多的年輕選票 那怎麼做呢 其實他們就是來邀請了大約200名的網紅 來參加這個全代會 並透過這個佈置一個藍地毯 來方便這些網紅來直播訪問來賓 而包含這是各個年輕人愛用的社群平台 TikTok Instagram還有YouTube 都會有來相關的直播 不放棄任何年輕人喜愛的 這個關注平台 當然另一個比較重點就是 民主黨這邊也有許多好萊塢大咖 會來支持 所以明天的表演嘉賓 就有葛萊梅講的歌手約翰傳奇 而且外界盛傳的兩大流行天后 包含是碧昂斯和泰勒斯 很有可能會現身 不過這方面 民主黨方面最後是沒有來證實的 不過也有消息指出 賀錦麗其實是不希望這個 全國黨代表大會 太過的好萊塢化 因為當然是希望能夠 另一方面也可以連接一些 就是怕說這個會產生一種 太過好萊塢精英感 而因此跟勞工階級 產生一個疏遠的感覺 除了民主黨全代會 現在可以看到 黨內非常多團結之外 不過黨內會場之外 還是有一些抗議的聲音 這次主要是因為 這段期間發生以哈戰爭的影響 還是有一些阿拉伯裔的選民 是不滿拜登 還是有援助以色列的情況 所以將近是有4萬名的示威者 是聚集在外面的 所以這一次芝加哥的警方 也是不敢大意來全面的戒備 而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拜登很快就會來發表演說的 稍後有最近消息 我們也持續為您來查播 主播 非常謝謝佳琳 看到賀錦麗選情看好 在整場目前全代會的一個高潮 就是她感謝了拜登領導 謝謝佳琳 那麼接下來帶觀眾朋友 一起來看以色列商業大臣 台拉維夫爆發了爆炸意外 一死一傷 哈馬斯已經坦承就是他們犯案的 連線記者陳陳泰 不遠處突然爆炸 民眾尖叫竄逃 監視器畫面顯示 是周日在以色列 台拉維夫的一起爆炸案 當地警銷隨機也紛紛抵達現場 發現有一人在這場爆炸中死亡 還有一名行人受傷 已經送往醫院進行手術治療 至於死者以色列媒體指出 就是引發這起爆炸的嫌犯 隨後哈馬斯和巴勒斯坦 伊斯蘭聖戰組織就申請犯案 他們稱這是一場自殺行動 還揚言會在以色列發動更多類似的攻擊 那麼以色列警方已經提升安全警戒 我國駐以色列代表處也提醒僑胞 務必要注意安全 接下來俄烏的戰情的觀察焦點 我們要來看專家觀點 線上邀請到的是 國研院軍事戰略暨產業所所長 蘇子云 所長您好 左播好 大家早 好 我們剛剛看到了 其實就是相關於的國際間的戰火 特別是要看到烏克蘭的軍隊 攻破了俄羅斯的家門 取得了天然氣場 進一步還拿下了庫斯克的核電廠 所以請問所長 您認為這場的戰爭局勢逆轉了嗎 那麼烏克蘭是主戰 以戰來逼合 但是我們看到外電報道 克里姆林公表示 吉普發動的攻勢 只會讓和平談判更加的遙遠 所以普京到底有沒有在故作鎮定 所長 是 主播我們可以知道就是 8月16號烏克蘭絕地大反攻之後 到今天正好是滿兩週了 他能取得1250平方公里的土地 相當於4.5個台北 或者是整個新竹線那麼大 不過我們可以說 像浩平剛才講了 目前的確戰爭還沒有到達一個轉利點 但是在政治上 就是吉普方面的確取得了一些成功 戰略天平稍微向烏克蘭這邊 就是平衡回來一些 也就是說烏克蘭這一場反攻式 發揮一個戰爭所謂不對稱的效果 那麼莫斯科未必是故作鎮靜 可以這樣講 但的確他面臨兩難 在庫斯克部分的俄軍 不僅是被俘而且武器為烏克蘭所用 當然這是烏克蘭軍的一個策略 他們攻進俄國的這個軍隊 大部分的單兵裝備都是俄軍的系統 也就是以前烏克蘭舊式的武器 這樣可以陰涼於敵 但是在庫斯克境內目前甚至傳出 有部分的俄軍被包圍的情況之下 他竟然打劫自家的商店 這都凸顯出莫斯科的困境 第二個我們可以這樣看 就像主播剛才所提到的 基伏的戰略反攻 基本上可以說是打蛇打7吋 也就是目前在蘇甲區域 他不僅佔領了這個天然氣的設施 而且設立了軍事的辦公室 也就是說把它當成一個佔領區域的 這樣態來做管理 那他當然就是像歐盟還有俄國都展現能力 特別是蘇甲這個天然氣供應站 是俄國的天然氣一個中轉站 主要就是供應這個歐盟所使用的 那第三個我們可以這樣講 就是如果說現在用個時鐘的方位來看的話 在3點鐘的位置 也就東邊是烏克蘭比較吃力的地方 也就是俄軍的主攻方向 那烏克蘭軍隊就是從1點鐘的方向 攻進俄羅斯 如此他可以同時威脅北邊的莫斯科 那同時有一個向南攻擊 進行個右勾拳就可以截斷 俄軍的後勤補給 也就是他的交通線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烏軍目前的確是取得了一些勝利 包括就是庫斯克一個大河 就是所謂賽姆河上 兩座主要的橋樑都被摧毀 展現這個烏克蘭軍 他可以截斷俄軍的這個 後勤的交通線 對導致之前所說的 部分被包圍的俄軍 甚至打擊了自加拉商店 就是整個軍機都敗壞了 那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就是截斷俄羅斯的這個 後勤補給線之外 基輔方面也釋放出一個政治訊息 也就是可能不會在大局的入侵 這個俄羅斯的領土 因為他把兩條主要強容截斷了 所以他就是要替後續的這個和平 進行一些就是籌碼的這個鋪陳 這是目前所可以看到的一個狀況 那麼所長我們剛剛一起看到 其實民主黨全代會登場了 在場外其實是有大批的民眾來抗議 拜登政府助長加薩戰爭的示威 那麼現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已經前往以色列正在斡旋 希望能夠達成加薩停火的協議 因為希望在年底 美國大選之前就可以米平爭議 不要有更多的變數來干擾 這個大選的過程 所以目前看來了賀琴麗跟川普的氣勢 可以說是勢均力敵 那麼署長你是怎麼看 這兩位的候選人 不管未來誰入主白宮 未來美國在中東的政策上 是不是會有差別 所長 浩亭是 謝謝剛剛佳琳提供 這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其實民主黨的確就像主播所說的 現在美國的超越兩黨 其實是進行一個生死鬥 那麼這一次他們 特別是在昨天開始 雙方的民調也有互有拉鋸 這一次民主黨大會議是非常重要的 特別是比如說他把台海的安全 跟穩定 就是六項保證列入了他的政綱 這都顯示出民主黨的一個策略 是很清楚的 就是他走的是安定台 不希望就是有任何的這種突發狀況出現 也就是賀錦麗陣營所強調 他們是一個歡樂戰士 就是要帶給美國民眾 就是比較輕鬆愉快的一個 就是未來可預估的發展 第二個目前可以看得到就是 就是在民調互搖的情況之下 民主黨他在芝加哥舉行了 這次全國大會也就DCN 他在接受提名之際 共和黨也祭出了另外一招 就是所謂的這盤核調查 指稱就是拜登他有妨礙司法 還有一些不當利益等等 此外在場外也有就是抗議民眾 就是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 也是很龐大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民意 向來的確民主黨或是美國主流 是比較支持以色列的 但是由於在加沙區域的平民傷亡 不斷的增加 所以就變成民主黨一個很大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 布林肯就前往以色列訪問 他是先跟以國的總統 就是赫佐格會談 希望在之前的這個卡達的這個和平會談 有的基礎上可以取得一些進展 儘快的讓雙方停泊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布林肯他在以亞戰爭之後 迄今已經9次訪問以色列了 也就展現出華盛頓他企圖利用這種 穿梭外交的情況 進出了在美國大選前 讓這個加沙的戰火可以平易下來 當然這也會反映出另外一個現象 很可能就是布林肯他所說的 目前是加沙停火最好 也是最後的機會 那就值得完位了 他所謂最後的機會 也就是象徵著 美國可能會對以色列的軍援 就是未來可能會有所減少 所以就是希望給以色列一些壓力 但是以色列方面 很可能有另外的策略 他們也知道美國大選朝野兩黨 對於以色列的態度有所不同 所以他們也可能會像澤倫斯基一樣 希望盡可能在年底的美國大選之前 在軍事上打出一個決定性的一個結果 來終結這個戰爭 也就是類似以戰逼合的狀況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是要看特拉維夫方面 也就是以色列他們的最後的一個選項 畢竟就像剛才薛龍所說的 在他的特拉維夫也產生了這個爆 就是炸彈攻擊的事件 那這些都可能是一些會造成他決策上 會更為就是採取軍事壓力的一個選項 非常謝謝所長 告訴觀眾朋友 中東局勢對於美國大選的相關影響 謝謝所長 謝謝主播 謝謝大家 好 廣州回來我們先來關注 在恆春的樹菇棚活動一團亂了 怎麼有這樣罕見的情形 冠軍隊伍爬到了頂部 但是不願意敲鑼奪冠 馬上回來完整報導 直上玩家 直上玩家 新菜直上